想時尚 貼雞雞 你們三位 兩好一壞 我們先 阿姐一定是好的 先好好了 蛤 你們不是想要喔 我覺得天蠍不錯呀 太好了 三名 第三名 我覺得天蠍座 如果要有病的話 應該上半年都發作了 然後上半年也在 譬如說療程的尾聲 你也治得差不多了 你發病也發得很明顯了 然後有問題已經在治了 所以我覺得天蠍是在 以及當然每個年齡層的天蠍 你可能有自己的毛病 心結 那個身心靈的東西 就是自己要去追尋的了 但是醫療行為上的健康運 是越來越好的 第二位好 好 我給凱希 好 好 金牛 太好了 不是 表示你不會再瘦了 對 雙指是不好的 你一定要讓我眼睛健康 我就讓我眼睛 這個根筋不會復發了 對 便便你在這裡 我 是我犧牲 我有比較多靠打 好 我覺得土象星座的金牛 也是屬於去年 我覺得去年應該 身體有問題的話 也都已經爆發了 而且那個病應該是 好棒 對 有得到貴人的幫助 然後或者是 假設他發現那個疾病 是初期的 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對金牛來說 就是強化自我 比如說金牛會認真地去思考 自己想往哪裡去 我想要什麼 簡單講就是 願意愛自己 自己的健康就會越來越好 至於雙子 就不要說了 我跟你講 從去年底開始 就一路看到雙子在受傷 那雙子呢 接下來還有這個孕 還有 還有生病的孕 還有生病的孕 就是生病的孕 下半年 因為木星要到他們的十二宮了 下半年 木星到雙子的十二宮 簡單講其實 就是前面這一段時間過來 很多雙子已經開始注意到健康了 那很好 所以就會去檢查了 難免有一些人就會檢查出問題了 所以接下來 養生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而且雙子是屬於這樣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了以後就很憂慮 心靈上的衝擊 然後 精氣神整個也會比較往下掉 所以我把雙子擺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不希望雙子 被自己的潛意識打敗 不要自己嚇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要 幫雙子集氣一下 或者是告訴你們不要害怕 天秤座在這裡 天秤座 我還沒結束 真的假的 我還沒有結束 你的胃穿孔還在穿 有 我覺得天秤座是因為 土星野才剛進來 意思就是 你的健康是一個長期抗戰 而且重點是很多的天秤座 非常的忙碌 本身他們自己也是工作狂 因為他們是屬於 他不親手做 他不放心的 對 然後工作又重 然後責任又大 的情況下 我覺得天秤座 會不自覺的就 消耗自己過度 然後 而且這一波 這個星象呢 不是只有半年 是兩年多 兩年多 兩年多 你可能都扛著重責大任 然後 然後 所以 接下來你真的要非常地自律 真的要非常自律 譬如說該睡就睡 要吃就吃 對 該吃就吃 該停嘴就停嘴 才會比較好 腸胃真的是要花很久時間 尤其是胃 養胃 對 因為他們如果被引發 天秤如果被引發疾病 都是 腸胃那就是 我爸爸也是 我爸也是天秤 你為什麼笑笑地講這個話 他跳說帶累 有點開心 他這些感覺很樂觀 他很樂觀 很開心 天秤座都很樂觀 對 這就是我 替天秤座擔心的地方 太悲觀 我認為你們在 我認為你們在 老師 他在前面講得好像 腳都不錯 他說不要那麼悲觀 想太悲觀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雙魚座 之前的確 我都在我自己的 月孕都會說 雙魚的健康 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但是下半年 那個引發你們身體狀況 不斷出現的木星離開了 恭喜 所以下半年的雙魚座 雖然我幫你排在這裡 但不代表你的健康 沒有 完全的沒有問題 沒有 你可能有找到 更好的方法了 以及身心靈的調適也更好了 所以 老師 還有 前面都沒聚雀 聚雀 沒有 我覺得小麒麵就是 那個火星的力量 真的有夠強 對 所以小麒麵 反正就是當 沒關係 下半年妳就好了 好可憐 好可憐 下半年好了 恭喜 因為火星520就離開了 快了 快了 妳播出的時候 說不定就已經走了 已經離開了 已經走了 那之後 就是妳手前 或者是妳故意地去幹什麼 譬如說妳去運動 妳去打拳 去做危險的事 才會受傷 我還想說 我已經規劃好下半年 我要開始努力運動 讓它復健 對 但不要過度地運動 好 如果妳要比較激烈運動的話 等火星再過二宮 那就是7月以後 7月以後就可以 比較積極地復健 明年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拆 對啊 我整個半年都帶著這個 我已經快瘋了 而且年紀大了 那牡羊呢 劉燕老師怎麼會 我會把牡羊放在這裡 對 這跟我一樣 我跟妳講 牡羊的問題就在 她的健康問題就在 不大不小 對 這最麻煩 就一直在 對 所以有一些牡羊 像劉燕老師可能還會 認真的對待 因為我們有年紀 但是 年輕的牡羊不要剃剃 請妳 一定要乖乖地就醫 對 我覺得這個 自己照顧自己這點很重要 然後牡羊也不要怎麼說呢 用自己的方式 比如說有的牡羊就會覺得 那我吃素好了 鐵齒 對 她就覺得一定是這樣 我這樣就可以照顧我自己 然後妳試試看 妳試試看嗎 妳試試看嗎 我跟妳講 牡羊就是一定要生個病 講不通 對 耳朵很硬 有狀況 耳朵很硬 身四乏 剩下的其他星座 還有五個 老師先來 先來一個 TOP 1 先來一個TOP 1 健康的 射手我們看一下菲菲 少偉哥 少偉哥 小鐘哥 小鐘 少偉 菲菲 那是在這裡 太好 射手座我覺得就是過勞 這個叫做 能者多勞的勞 好 嚇壞了不起 所以 責任就都丟在她身上了 不過好消息是 射手只要有問題 妳都能遇到好醫生 妳也能夠得到好的照顧 那OK 所以趁這個機會來養病也不錯 只是說射手可能會說 不行 因為事情很多 好 水瓶 獅子 處女摩羯 是 想聽誰 水瓶媽媽 藍媽媽 讚 太棒了 真的 我覺得水瓶座 自己有自覺 對 因為她平常都在注意說 我這裡痛不行 趕快帶我去看醫生 你知道嗎 然後妳說 手有一點關節 我最近右手怎麼會一直卡拉卡拉的 我說妳有在用電腦嗎 妳怎麼 趕快帶我去照X光 對 就是她很 她很在乎 這種就比較健康 怕死就好 怕死最好 懂了 她們的比較 家裡 家裡 對 有可能 她的問題也比較是憂心 譬如說內部問題或憂心 可能會讓她 整個人精神比較萎靜 對 但是以身體的健康來說 她顧得挺好的 再來 我們再揭曉好的 那就是 太好了 摩羯也不錯 因為我覺得摩羯如果有不好 也已經在解決問題的路上了 我覺得他們改變的機率滿大的 她不改則以一改幅度會滿大的 她願意改她的生活習慣 她願意改她的飲食習慣 所以這一類型的摩羯座 你就有機會越來越好 好 接下來就是沒有上榜的 處女跟誰 處女跟誰 哪一個是一 那就是 一直在這裡 還是最後 其實我覺得處女座 比較是心理問題多一點 可是你知道心理問題 你不能小看 因為她有滿 太陽上升處女 下了半年 她們的12公有太 太強勢的行星進入了 那這個在運勢方面來說 就是所謂的 夜力爆發 比如說 有點像欠債要還 比如說你過去的 亂吃東西 一直都沒有出問題 可能就是下半年出問題 所以雖然你有在 你可能也意識到說 我健康想要照顧 可是你過去的沒照顧 會在這個時候爆發開來 所以處女座的人 真的要注意 好 那獅子座的同學 我覺得 這個老實說很多獅子 他的名聲的能見度什麼是高的 所以我們說 他也有過勞的趨勢 但是 讓小齊旋疊斷手的火星 什麼 就在我們的獅子座 誰 那這個就是一股滿強的力量 會讓獅子座 比如說性急 暴躁 所以你如果做的也是危險的工作 也要特別小心 職場傷害 就是血光之災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 你看他 你看他 我不得不說老師真的很 眼睛要上身獅子 因為我上身獅子 你上身獅子 然後雙子 老師剛剛講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身體突然變得很虛 我眼睛腫起來 他說好像我們眼前 對 而且我從來沒有在攝影棚覺得冷 我現在覺得好冷 我要批館到 任契華你會不會刪去 不可能 你閉嘴看看 怎麼會這樣子 OMG 這不是眼影 你不要再碰了 你不要碰了 就很像那時候 我那時候剛確診的時候 就 哎呦 你越來越接近那張照片了 對 我幫你敲三下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趕快摳塑漢 那便便的上身是獅子 那獅子就要注意 下半年因為冥王星退回來 所以下半年有老毛病復發的問題 屬虎呢 2023年是太陽星 太陽這顆星呢 是 那這個尤其女生的功課呢 到了2023年下半年呢 你的排名呢 就是第八 可以啦 可以啦 時間短 還可以 還可以 那一般名屬虎的話 就是要注意下半年呢 就是其實好處就是 有貴人相助 所以會來幫助你 但是呢 你會體會到更多的人生無常 例如說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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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因為我覺得上半年 你已經接受很多 就像你講的 你已經穩定睡了 你很多事情都接受了 那下半年之後呢 體會到人生無常的變化 所以你會放下很多的執著 到下半年之後 你看到某些人可能 失去了健康 你就會提升智慧 趕快把握當下 不要這麼的 好像說 對某些事情想不開 不過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浩安姐剛剛講的 就是說他去廟裡安太歲對不對 嗯 其實正衝偏衝都要安 對啊 像2023年呢 他為什麼叫不要安 老鼠 馬 兔 雞 還有一個害胎睡 龍 這五個都要安 真的假的 對因為我們之前都有 跟大家那個介紹過了 老鼠如果以下半年來講話呢 他是第三名 哇 哇 在春天啊 春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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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就好 對 沒錯耶 一個月都關在家裡 要孤門耶 其實給他的評語就是 有喜無哉 娶老婆 嫁女兒 只要有喜事 都不會有災害 就是一起擋三災的意思 好 那浩安姐呢 恭喜你 因為女兒出唱片了 對 大賣 對 喜事啊 所以只要有 家裡有發生一些好事 其實你就是 或是你參加別人的喜宴都算 所以叫他沖洗啊 當你的喜事有沖上去的話 那你的災害就會大事化小 小事化 所以女兒的喜事已經化了 因為我兒子也是老鼠 其實鼠老鼠的朋友呢 因為沖太歲的關係 會讓你有很多的一些 妹妹嘎嘎要去注意的 除了意外血光之外呢 很多都是 例如說他可能有一些 身體上腦毛病 在一個瞬間他就突然爆發 我們講過就是鼠龍呢 2023年是帶病符心 病符 就是健康一定要注意 一大堆的老毛病吧 尿道炎 對 都要很注意 那剛剛稍微哥講得很好 就是 因為下半年當中呢 你的名次呢就是 第十二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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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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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戴帽子 可以把硬盤給你 真的喔 我前面還講得那麼立志 謝謝你們 而且我手環趕快給他戴好了 十二名耶 十二耶 剛剛那句話真的講得很好 不要太可惜了 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你不要想說 很多事情好像過了就沒事了 沒有喔 他可能還在醞釀當中 不要有些覺得說好像 好像有點舒緩了 沒事了 就不理他 真的耶 我釀到眼還沒好耶 還沒考啊 因為呢 到下半年呢 屬龍的喔 就是我們常講 天將大任啊 苦行 苦其心智 就是你下半年 你有很多的責任感呢 或是說必須要承擔的 都會有 所以呢你會發現說 下半年有很多的 可能有些人突然 之間來的一些壓力啊 可能不管 資產型的意思是說房貸 車貸 這些壓力也很好 但是它就變成是 你人生當中的一種 你必須要去扛的事情 所以呢 下半年呢 是所有遇到的狀況 都是讓你心裡面 跟智慧層面成長的一年 尤其2024年是犯太歲 所以呢下半年你應該要 應該說從年中開始呢 你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 然後也不要覺得 什麼都沒事 就是 對很多時候人跟人之間 在相處的時候呢 好像 你以為習以為常的一句話 到後面 就是例如說 你可能跟他開玩笑啊 開久了 其實人家是很不爽的 可能到下半年之後 就會爆發 就是說 類似這樣 不好意思 不會 沒有啦 不會啊 小姐很有禮貌 對啊 我也覺得你很有禮貌 不是 類似這樣的事情 他們幫我們買東西都不收錢 對啊 對 所以他是不是該收錢了 該收錢了 就類似說 這種可能給人家的感覺 或是說你跟人家相對的狀況 有時候你可能 小心之後還要更小心 好累喔 對 所以要不然就是 有時候就是 他沒頭生 我只能說 恭喜娘娘跟便便 為什麼呢 恭喜你發現了這些事情 對 因為下半年你是第二名 過了 在屬陽來講 我們常講人沒有兩面材 例如說你現在工作很順利 但是你可能就會失去了健康 但是呢這警惕你就是說 你今年所發生的 如果在你的眼裡是障礙 其實它都是好事情 唉唷 因為你盡早處理 然後下半年呢 屬陽的朋友呢 好的一面就是 事業方面會有翻轉 所以說寫登集大賣 好厲害 事業翻轉 事業翻轉 對 然後工作呢 可能就會越來越多 我老公也是屬陽耶 很好啊 寫登集大賣 對 這好像很難翻轉 想說你幹嘛登集 不會喔 所以韓非就要靠爸爸 對 我去聽爸爸的一些意見等等 或許他年紀比較長了 但是他有一些經驗 或許可以幫助到他 對 所以屬陽的朋友呢 下半年是事業方面還不錯 所以 以諾欣良來來看的話就是 你的事業越忙了 健康就要注意 喔 他就已經在提前警示你了 不可以再用以往的方式 去傷害自己的身體 然後屬兔的朋友呢 給他就是第五名 喔 可以啦 有些屬兔的朋友呢 面臨到事業的轉折 他可能要換工作 或是說有一些 可能 面臨要二選一的時候呢 那下半年呢 你的選擇會有 而且會選對 下半年呢 你還是要懂得廣結善緣 不管你成功不成功 旁邊陪你一起度過的 不管是家人也好 或是你的員工也好 你更是要好好的去犒賞他們 你的付出 對他們的好 都會成就你下半年 更多的善緣的相助 因為屬狗朋友呢 今年是算六合年 其實屬狗朋友呢 今年一整年呢 都要記得 斷捨離是你今年的功課 對 例如說你要斷開一些不對的人 或不對的事情 你必須要有勇氣 今年呢 你是第七名 下半年 還好 對 你會持續地 半 奔波勞碌 持續地身心俱疲 如果你一直不懂得 去斷捨離的話呢 到下半年 你會發現 你會有更大的災難等著你 因為屬狗朋友呢 在2023年呢 最常出現的一句口頭禪就是 我以為 我以為 我以為可以吃 我以為如何如何 對耶 我以為這三個字 掛在嘴邊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發生事故 所以屬狗朋友 一定要記得 戒掉口頭禪 我以為或自以為是 的那種問題 所以呢 到下半年呢 你才有機會去改變 2024年你才會平安 豬豬 豬豬 豬豬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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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所以下半年呢 對於屬狗的朋友 就是事業啊 或是愛情啊 家庭啊各方面 都有重整的一年 是好處喔 所以屬狗的朋友呢 下半年應該要多多的衝刺 而不是休息的時候 所以屬狗的朋友會建議就是說 下半年呢 有很多的新的機會來的時候 你要多把握 銷錢也要賺 才會累積成大錢 把握沒有機會 沒錯 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屬牛的好不好 好 屬牛的話呢 就是 第十名 耶 對 因為屬牛的朋友呢 在今年一整年 到下半年呢 會感受到環境的變化 或是你的事業工作呢 會因為環境的關係 而影響到你 所以有一種無望之災的感覺 所以屬牛的朋友呢 下半年應該要更累積自己的實力 然後例如說你可以多學習啊 或者是去培養斜槓人生的一些工作機會 明白 對屬牛的朋友才會比較好 然後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老毛病的復發 需要開刀等等的問題 好 好 那屬馬就是浩然姐的女兒 女兒 好緊張 韓飛嘛 對 好 韓飛的話呢 其實是有第六名 唉唷 有錯耶 前段班 我們家四個人也都在前六名 漂亮喔 好棒 只是屬馬的朋友呢 今年是正充太歲 對 所以呢 今年雖然有一些新的機會 但是你更是要低調 對 然後可以接受一些可能批評啊 這些批評都是指教 其實都是好事 好 那如果說 當你在付出工作的時候 感覺都是我在做耶 為什麼錢這麼少 不要擔心 因為呢 下半年就是 你在累積廣結善緣的時候 因為這個財運呢 要等到2024年開始 才會慢慢的看得到 好 來看一下屬蛇 是心眉姐 心眉姐 好 屬蛇的話呢 就是在第九名囉 對 要注意健康 好 所以呢 屬蛇的朋友呢 開始要注意什麼 可能心血管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消化系統的問題 要特別注意 就是不要 太 說太多 好 好了 你是不是想聽一下 怎麼辦 怎麼辦 不住 好 我是說到做到的人啊 是 好 你既然叮嚀我 我一定要聽 我會聽 對 所以屬蛇朋友呢 開始要注意健康的問題 好 如果要加成交 大眾交通 可能你要算好時間 可能要更提前 因為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麼 延遲 無人的狀況 所以跟這種交通有關的 都要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屬蛇朋友呢 落在第四名 好 對 有一部分屬蛇的朋友呢 還在處理去年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會感覺今年很忙 有沒有 沒關係 下半年呢 你會發現從這些障礙當中呢 你會找到一條深路 你會殺出一條血 對 所以也是好事啊 或許你現在覺得很忙很累 但是呢 這些忙碌的過程當中 都是你下半年的一個很好的養分 你會更有想法 會更有靈感 那第11名呢 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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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破財消災 哇 下半年當中呢 要記得 不要再去跟人家有金錢的往來 例如說合夥 投資 如果你花錢是花在犒賞自己 我就OK 量力而為 但是呢 合夥有關的 任何投資股票 投機性的都不要碰 因為還會有一個破財的問題 對 要特別聽見 好的 這是老師的叮嚀 是 希望呢 這個最後呢 我們的那個龍朋友 對 兩位龍朋友 可以 沒有 我沒有來上過一個節目 這個位置這麼難做 對 不舒服嗎 助力難安 那我答應你 只要每一次有發你通告 我都幫你買一個便當 那你不能找凱凱來 我不會吃你的便當 我答應你 上面要寫王少偉 對 12名 12名 明年還半太歲 大家好 我是心梅姐 女人我知道新增了 短影音輕功能 在這個APP裡頭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彩妝 你可以看到如何穿搭 你還可以看到最厲害的保養 聖品 重點是 還有很多精彩的 精品 他們呢 怎麼買到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 你就買不到 是不是要趕快來下載一下 女人我的APP啊